在旅游景区的海鲜加工餐厅 买的海鲜先偷偷做个标记 看看送上的菜会不会在后厨被偷梁换住 男子到海鲜餐厅亲自挑好地王蟹 还特别做记号 全程拍下影片记录 没想到商家端上桌时 果然哪里不对劲 我们买的地王蟹和这个地王蟹是有区别的 我们买的地王蟹在上面 这一圈右边部分这一部分 几乎就是顿角 这里全部都是完整的接接角 男子亮出手机照片比较细节 却盯着餐桌上的地王蟹真的被调包 事情发生在福建厦门 当地的海鲜餐厅被踢爆 不但偷梁换住 连商家的秤都是假的 在秤上动手脚被揭穿了 甚至赖皮不认账 这段影片被上传网路 当地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 会加强管理 不会让消费者受到欺骗 类似事件无独有偶 不要给我换 我点了哪个就给我煮哪个 江西极安 一名女子在海鲜店 将活龙虾的一只腿折下 但煮熟的龙虾端上桌 这腿竟然又出现 明显就是被调包 虽然工作人员说是误会 愿意配合调查 但这在消费者心中 已经大大扣分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